錯誤或遺漏的話,我們一時度確定 我先處理一個程序的問題 我們昨天在尋答的過程裡面有提到說 黃國昌委員提到說有一個個案 是有關這個 在這個主委 主委在講說是菲律賓的一個個案 說法務部這個 這個把人啊 主張說這個應該中國具有管轄權的一個個案 那我們昨天的會議決議就是要求說要把那個個案 往來的這個公文 因為市長 陳市長包括陳市長 昨天講說這個個案 這個還報行政院核定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拍這個專案報告就是要把 當時這個個案這個往來的會議紀錄 因為他也會過陸委會 也這個會過外交部 相關的這個部位 大家開完會還把這個會議紀錄 因為沒有決定還會給 特別會給行政院 我們今天排這個專案報告就是特別要把這個 這件事情最做清楚 我們今天的 昨天就要求說把會議紀錄全部都送到我們這個委員會來 結果竟然行政院今天會議紀錄沒有送來 竟然連派人都沒有來 秘書長沒有來 也沒有派副秘書長來 這種行政部門 拒絕國會監督 如果要求 這個保護部政治今天也來 把這件案件所有的會議資料送到我們委員會來 我們再繼續開會 有沒有來 資料有沒有帶來 那個案件呢 我們要公文跟會議紀錄 關於國際與兩岸合作打擊 這個合作打擊犯罪 請行政院法務部提供 例次相關公文簽程 及會議紀錄等資料 公本會會議參考 資料先拿來我們再繼續開會 有什麼困難嗎 我有請你上去說明嗎 誰得到你的允許上去說明 開什麼玩笑 誰要上來說明 誰 報告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有關於剛才提的程序 事項 有關於外國政府 我請從外國 我們國人到第三國 或大陸地區 接受司法偵查或審判之相關 會議的情形 要我們會集 我今天 早上奉命說參加這個會 法務部羅部長是參加司法委員會 那我沒有接到說 要匯整全部的哪一些會議資料 但是我手上有一份 就是有關於2月16號的會議紀錄 那一份我們知道了 就是昨天在講那個個案 你們市長回去都沒有報告說要什麼資料嗎 他昨天晚上沒有 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要什麼資料 就只有你們不提供資料 沒有 那個個案部分沒有資料 他說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他說個案 電話聯繫做成這個會議紀錄 只有這個 開這個會做成這個會議紀錄 來啦說明一下 謝謝 報主於昨天這個陳市長講說那個個案 他說事先有開會 其實我立刻跟我同人查證 也跟他查證 絕對沒有開會 中間11號發生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只事後有一個會議 可是在這之前完全沒有會議 那個人很快就回到台灣來了 就是這一個案 就是只有上次的會議資料 其他都沒有 所以在講菲律賓的案是哪一個案 菲律賓案子對 沒有會議紀錄 這個我們再查 反正昨天我們開會 那個主委請回 昨天委員在詢問說 過去有沒有類似個案 法務部做這樣的主張 結果人是 這個 這個最後是 法務部主張 送回 送到這個中國大陸 所以你們 今天告訴委員會是說 你們查完 沒有這個個案 對不對 沒有這個個案嗎 發主席 他是有這個個案 那沒有開會 他只是用電話聯繫 所以聯繫相關的部會 那結果呢 但是 後來才會有 2月16號 就是根據這個 才會有26號 那你們電話聯絡完 那個個案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送回來台灣 他後來就是回台灣 是 好 這個是你們最後 你們會議商的這個 最後的結論 你們這個最後 確認的一個結果是這樣 是是是 剛才我們 主管司裡面的副市長 跟我這樣報告 好 我想這個 這個個案 我們在 這個 昨天的這個會議的這個結論 各位委員都在 在場 也聽到說昨天的一個 尋答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今天 他們的講法跟昨天不同 並沒有這個個案 第一個 過去也沒有這個例子 第二個 也沒有記錄 也沒有會議 只有2月 應該是16號 當時 2月16號當時的一個會議記錄 這個昨天大家都有看到那份會議記錄 好 跟各位委員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好 我們來進行報告事項 我介紹一下列席官員 都有列席 海基會林董事長 還有我們內政部的陳純敬次長 外交部的侯青山次長 法務部的林輝煌林鄭次 外交國防法務處 施中英處長 還有國安局第三處的賴副處長 好 接下來請這個 我們請這個 夏主委來 上台說明 我想把這個 後續的這些事情 因為昨天我們已經進行過尋答 所以把簡單我們處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向委員會報告即可 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是來貴委員會應邀來報告 外國政府遣送國人自大陸接受偵查 或審判案件處理機制 及坑崖案後續處理行程進行報告 以下提出說明如下 一 有關外國政府遣送國人自大陸接受偵查 或審判案件的處理機制 政府如預有其他國家之政府 你將我國人遣送自大陸情勢時 第一線 駐外人員均 維護國人權益 確保國家主權與尊嚴的角度 積極爭取國人遣返回台 並接受我司法調查與審判 第二 本會如接獲外交部傳來相關訊息 基於下列理由 均支持駐外人員 應爭取我國人返台 接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第一 因我方具有管轄權 不論國民身在何處 國家均有可能對其國民之犯罪 進行追溯 國際社會成員也普遍接受此 國際管轄原則 因此 唐有第三國要將我國人遣返到大陸時 榮獲有主張主體領土管轄權 就是犯罪行為地 課題領土管轄權原則 犯罪行為結果發生地 等管轄權進何的情況發生 我方仍可依據國際管轄原則 主張將嫌犯遣送回台 接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第二 兩岸在一百年之後 已建立了處理機制 針對我方涉案民眾 在第三地遭逮捕情形 我與陸方兼 因比照一百年 雙方所達成的共識 本於相互尊重物網物重的原則 以各自帶回涉案人 並提供他方有關市政的模式辦理 已有處理機制可知遵行 有關肯亞案後續辦理行程 本會在4月12號 啟動兩岸事務首長熱線 並提出具體訴求 陸方有初步回應 針對此事件 本會向陸方提出具體事項 第一 4月12號被陸方帶走的 我方民眾三七人 在抵達大陸後 陸方應立即依據海峽共打協議 進行人身安全限制的通報 第二 我方希望儘速安排由法務部 刑事局本會及海峽會 派人組團附路了解案情 協調後續的事情 並先行探視受押人員 第三 依據過去合作模式 陸方應儘速送回 遭押至大陸的45名 我方民眾 第四 我方相關人員及家屬 將附路探視在肯亞 遭陸方強押至中國大陸的國人 請陸方協助安排 第五 為避免類似案件不斷發生 雙方應儘速透過兩岸司法 互助協議平台 商討合作打擊 跨第三地的電訊 詐騙犯罪 常態處理 本會於12日 事務首長熱線提出 我方將儘速安排由法務部 刑事局本會及海峽會 組團附路 了解案情 協調後續事宜 並先行探視法人員 陸方也在13日恢復 表示歡迎我方人員 並且會儘速答覆 同時 貴委員會與大院外交委 及國防委員會 於昨日分別做成決議 要求政府 立即派員附路 進行人道探視 以及與陸方進行 涉案民眾送回台之相關事宜 後續協商 本會將警述邀及 有關單位 研商組團附路相關規劃 針對目前已招押至大陸地區的國人 本會已要求陸方在抵達大陸後 陸方應立即依據海峽兩岸 共打協議 進行人身安全的限制通報 本會將與法務部 刑事其他局及陸方 保持密切聯繫 隨時掌握最新狀況 第三 對於目前本案關押 於大陸地區的40位國人 政府將積極與陸方溝通 人道探視等事宜 謹速確認遭關押的民眾 人身安全情況 提供必要協助 並爭取取等 儘速反抬 對於目前仍在坑雅的五名國人 政府將透過多種管道 與肯雅陸方積極交涉協調 要求由我方帶回 以上檢要報告盡情指教 好 謝謝這個夏主委 接下來海基會董事長 林董事長 把後續的處理情形 做一個說明就好了 好不好 假如沒有新的進度 就省略 好不好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陳妖 來向國委員會報告 今天的暗遊 我想昨天已經報告過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重複 今天補充說明幾點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海協會 大陸海協會 事實上跟我們海基會 簽署共黨協議 從98年6月25日生效以來 建立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 也就是昨天夏主委 特別提到的 就是在100年7月 就雙方在第三地 合作打擊犯罪 都會在事前 事中及事後 先知會對方 然後協同行動 那麼對於人員的處理 就建立一個購自帶回 就建立一個共識 在這個共識之下 從100年7月份到現在以來 事實上 雙方的警方共同打擊犯罪 已經有38件 那麼這個前訪 我們這個接返的我方人員 已經達到1889人 所以這個制度應該運作是良好的 我們這個期待 將來雙方繼續照這個機制來運作 那麼我們從4月11號 那麼海基會 我們去海大陸海協會 表明我們這部份的共識 希望大家共同遵守 也期待說 趕快將我們這次犯案人員 嫌疑犯 能夠趕快這個基於 維護我方人民的基本權益 能夠趕快遣返 然後這個我們也表達嚴正抗議 那麼從發言以後 我們事實上已經四次透過 我們這個緊急聯繫的機制 希望陸方警示韓服 那麼陸方海協會已經表明 會警示給我們韓服 後續我們會配合政策 跟密切注意本案的後續發展 那麼做必要的作為 以上報告進行指教 謝謝 好 接下來請法務部陳次長 這個內衆部 抱歉 內衆部陳次長 送國人至中國 接受偵查或審判案件處理機制 以及肯亞案後續處理的機制 就本部的權責部分 跟各位做個簡報 今天簡報只要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類似這種案件 一般我們警政署所派駐的聯絡官 在世界各地處理的方式 第二個重點是有關肯亞 這一次肯亞案後續處理的這個 的步驟 第一個 大陸地區以外各國駐外警察 聯絡官依機制 處理的方式是這樣 第一個要先確認急難救助 它案件的性質 因為國人在海外 不管是旅遊洽工 或者是從事任何的活動 都可能發生生命身體健康 或金錢上的緊急救助事件 那外交部基於我國各駐外單位 是統一指揮統籌的機關 它是一個統籌機關 對於海內外接獲國人急難救助的請求 他們都有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設有急難救助的專線 提供外管內部人員 共同輪流職機 來這個輪流來職勤 那我們的這個 派駐那裡的警務的秘書聯絡官 就要參與這樣的這個輪職 那駐外的警察聯絡官 除了輪流職勤之外 也肩負跨國刑事案件的協助偵查 收證以及各類不法犯罪行為的這個角色 來加以辨認 在尊重駐在國法律的前提之下 我們也協助駐在國以及我國警方 進行案件的協助協查和收證 那至於大陸地區的案件 我們主要是警政署 行事警察局透過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的聯繫管道 協助陸委會以及法務部 積極恰請陸方依照協議的精神以及共識 來合作爭辦 這是第一個重點的部分 第一個重點關於肯亞的後續處理的方式 昨天已經有報告過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重複 那關於這個 還有五位我們台籍的同胞 在肯亞在等待這個判決的時候 我們要求駐外警察聯絡官對於這五個目前 善在肯亞的五名台籍同胞 務必通報 並且依大使指派全力執行來協查 收證以及緊急關懷跟救助 那這個我們會斥令我們警政署 跟聯絡官密切保持聯繫 第二點是持續依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以及施法付諸協議的聯繫機制 來協助陸委會跟法務部 全力積極交涉 以上簡單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來指教 謝謝 好 謝謝陳次長 接下來請外交部何次長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在這裡請代表外交部 對於外國政府遣送國人 至中國接受偵查及審判案件處理機制 及肯亞案後續處理情形提出檢要報告 關於這個後續處理 第一個外交部呢 繼續進洽肯亞政府 將尚未宣判的五名涉案 國人交還我方處理 切勿遷返大陸 並持續協調陸委會 法務部及刑事警察局 進洽陸方對口單位 遵循兩岸相關協議原則 謹述將國人送回我方 第二 外交部已要求肯亞政府 對肯亞警方 為遵守法律程序處理本案 侵害我國人權益提出合理說明 第三 為預防類似案件再度發生 將持續強化跨部會之 橫向聯繫及處理機制 並掌握及時性情況 並維護我國人權益 第四 關於具體做法 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資訊 本部昨天訓令 人在肯亞的陳大使 繼續處理這個案子 所以在昨天 4月13號 陳代表 已經接同警務秘書 前往肯亞法院 聆聽本案律師 就23名國人 遭肯亞警方違法拘留之案件 進行法庭陳述 經法院裁定 陳述程序改期為本月18日 會繼續處理 第二 在這個4月12到13日 兩天 陳代表已經接受 日本共同通訊社 美國網路新聞 Cross Africa 還有英國BBC電台 及美國CNN專訪 說明本案始末 我政府態度 以及後續處理情形 強調我國人 若遭遣返 應按護照發照地 遣返至我國 對中國大陸 向肯方施壓 將貨犯無罪 開示的台籍人士 強行遣返 遣到大陸 表示嚴重的抗議 陸方及肯方 侵害我國公民的人權 影響我國人 赴肯亞 進行觀光及投資的意願 並表示希望陸方 儘快將我國人送回我國 並且肯亞善待 尚在看守所之五位國人 未來趨等若遭遣返 應送回台灣 而非大陸 第三 在13日下午 也是昨天下午 拜會國際特色組織肯亞分會 與主管東非事務的官員 及非洲個人風險事務的官員 說明本案詳情 他們都表示同意我方所提 本案國人人權遭受侵害 肯亞方面處理過程未盡合法 你將本案交由該會 就是特色組織分會 進一步調查 同時通知國際特色組織香港分會 追蹤本案在大陸發展情形 並允諾未來若有類似案件 我可恰請該會陪同 監看肯亞方面處理情形 並提供協助 陳大使提出上有五名國人 拘押於監獄待審判 該會協助監看肯方處理情形 並提供名單 給予該會後續追蹤了解 最後陳大使在昨天也到肯亞外交部 向亞奧司司長遞交正式抗議信函 那因為這個司長公出 所以已經約在4月14號也是 今天早上11點拜會到時候提交抗議函 以上檢驗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委員 並請布林指教 好這個謝謝侯次長 接下來法華部林次長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本部奉邀貴委員會 請就今天的專題提出專案報告 我請做以下幾點口頭簡單報告 有關於外國政府請送國人至中國大陸 接受偵查或審判案件處理的機制 我有兩點報告 第一個就是本次肯亞的事件 依照我國的憲法跟兩岸條例的規定 我國人民對於大陸地區之犯罪 我們是具有管轄權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非常堅持 那大陸自己主張有管轄權 所以我們有管轄權衝突或是競合 所以我們由陸委會來透過熱線 跟大陸要建立 我們要進行面對面的談判 那第二點就是關於國人在境外 射犯罪的案件情況而異 此類案件我們是接獲通報的時候 就時間比較急迫 所以為使相關部會對於這一類案子 能夠緊密的掌握時效 我們強化跟外交部 陸委會 刑事局調及移民署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等機關的通報聯繫 跟處理的機制 希望能夠收集掌握信息 提供國人關懷跟協助 也會商相關的機關 妥適的處理 對外交社安排 接返等事宜 如果涉及兩岸的話 我們仍然堅持在海峽兩岸 共達及司法互助的架構之下處理 後續的處理情形 本部持續與大陸公安保持聯繫 並表達我們的訴求 那要求陸方一定要注意 對我國人人權的保護 及人道的處置 善待我們的人民 那現在我們目前呢 正在中整所有以前發生的案例資料 然後以相關機關密切配合 謹訴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警政署等相關機關人員 以陸方談判 那我們的原則就是本於主權維護 對等尊嚴及人權保障的這些原則 作為我們談判的準據 我們會通力合作 附大陸 以大陸展開這一屆案子談判 使散開涉嫌人 能緊迫回台灣地區 接受我們的偵查審判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我們現在開始訊息 發言時間8加2 截止登記時間 第一位委員發言完畢的時候 我們就截止登記 那我們請第一位 莊瑞雄委員發言 主席我請我們